無子校園通訊計劃 為配合教育局於學界 推動優犯行政管理系統的要求 EVI為幼稚園提供了 一站式系統管理和應用方案 當中全新EVI Family App 可以配合到校園行政需要 亦可以向家長發放電子通告和即時訊息 讓家長在EVI Family App 內 回覆通告、加強家校聯繫 輕鬆實行無子化管理 通告 開啟學校通告 進入後會見到通告列表 左邊有四個類別 通告列表、新增通告、通告類別和群組 我們可以看看通告類別 這個位置可以建立通告類別 例如K1通告、K2通告、K3通告 然後群組 這個位置可以建立發佈對象 例如義工團隊、慶祭班、跳舞班等等 然後我們可以按新增通告 這個介面就是開始建立一份通告的版面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預先準備了一份通告 首先第一部份可以選擇發佈對象 例如全部、學生、老師或剛建立的群組 例如義工團隊、慶祭班、跳舞班等等 選擇了發佈對象 就可以選擇通告類別 有K1通告、K2或KB通告 然後加入標題 加入內容 然後我們系統會預設發佈目的地 包括兒童家長天地、內聯網、電子郵件、EVIF 推送信息 自動發送提示 這個位置是可以建立當通告發佈之後 每隔幾多天 發送提示給一些未讀未簽的用戶 直至指定日期 意見收集 這裡可以設定回覆通告的日期 老師不需要回覆 剔選了 老師不需要回答以下的問題 也不會影響回覆率 然後就可以建立問題 問題的類型包括有 單選、複選和問答題 單選是指定的答案 複選可以選擇兩個或以上的答案 問題可以自入回答 然後建立問題 學生是否出席時次秋季旅行 答案可以新增選項1 或者選項2 然後再建立第二條問題 當建立第二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的右邊選項會新增兩個 包括跳至下一題 又或者回答此選項後補問卷員 當設定好問題之後 可以上傳附件 準備發佈 有待發佈、即時發佈、排程發佈 vår land 即時發佈、即時發佈 免事已不能再做修改 而是該排程發佈 可以選擇指定的日期和時間 進行發佈 然後按提交 信息中心 这里会见到信息列表 新增讯息和群组 群组这里可以建立发布的对象 例如义工团队 兴趣班 跳舞班 然后新增讯息 由上角按新增 这个就是建立新讯息的版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先建立了一份信息 秋季旅行事宜 首先选择发布的对象 例如全部学生 老师 或者刚才已经预设建立了的群组 然后输入标题 秋季旅行事宜 再输入内容 例如简短的提示信息 包括地点 日期 集合时间等等 然后可以选择待发布 又或者即时发布 留意书入的时候 会有一个字数的限制 包括标题100字 内容500字 然后可以按提交 想策管理 这里分了想策管理 学生个人想策管理 想策管理可以按回 学校想策 学校所有用户都可以看到的照片 年级想策 指定年级的学生才可以看到 班级想策 指定班级的学生才可以看到照片 而学生个人想策管理 可以建立给指定的学生 楼栏相片 当选择好想策类型 例如学校想策 然后输入想策名称 例如ABC 然后按新增相策 然后按新增相策 然后下面就会看到一个 Folder Folder下面有两个标记 包括一个锁的形式 用来限制学生下载相片 然后有一个查除标记 可以个别把相策查除 又或者Folder的右上角 可以批量查除相策 我们现在先上载相片 右边会看到上传相片 然后点算指定的档案 又或者把档案直接拖拉到这个位置 然后按上传 然后会看到成功上传一个档案 那相片就已经可以成功上传了 当上传了相片 用量会即时显示已用的用量 和成余的用量 假期管理 这里有类别、对象、篩选条件和显示 类别 可以设定学校的假期或者活动 名称及图标设定 新增 可以建立学校指定的假期 上课 图标 然后按保存 然后可以在下面日里按加好建立假期 学校假期是我们预先建立的 选择假期的类别 包括公众假期、特别假期、活动或学校假期 输入名称、假期日子、对象 包括全体或教职员和学生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秋季旅行这个日历 你会见到我们已经建立了秋季旅行 而庇注也可以加地点、时间、日期等 然后按保存 这样一个假期就可以建立了 另外我们可以建立行事历 按全学年 然后便会见到学校所设立的假期和活动 又或者列印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